太后婚后 同凭张氏荣大人 提议皇上大心吐物 为太后建造寺庙 其名符 众所周知 皇上自登基以来 言于律记十分勤俭 以身作则 为何会同意荣大人 如此建议呢 除了孝道之外 我不相信 诸位大人心中是没有输的 此事全权交到荣大人手上 可见荣大人是深受宠幸 如今宫里荣非得宠 所生四皇子 却仅是被封蜀王 前往封定 蜀王与我王爷之间 王爷战功累累 手握重兵 朝内蜀王却仅得荣大人的支撑 若有朝一日 蜀王失势 倒是怕不止连累荣大人 就连荣氏一族 怕也是难以幸存的 这样的情况下 荣途英自然是会铤而走险 贫死一搏的 朝中 他有权有势 能呼风唤雨 可朝外 王爷却领精兵在手 各有幽灵 他侃侃而谈 目光里既是从容不破 神情温和 而镇定 几位朝臣跪坐在下手 认真倾听 若想要打击王爷 便唯有 借力打力 荣途英 原本扶植在外的势力 这几年时间中 相继被拔去 就连当日 执掌幽州 墨州 范阳等地的 温旭 以及李映辉等人 都被厌缀除了个干净 他的势力全在朝株 难以施展 若想借力 便唯有找外援 而不是自己人 我早说了 西经里 忠信郡王野心勃勃 早有反唐之心 去年朝拜之时 竟派了个数子前来 足以见其心 容大人在想要削弱 王爷势力的情况下 唯有与林县合作 李芙林听着他这一番话 心中实在是 惊吓无比啊 他不在朝堂 可是却能将 刑事分析得如此到位 富其贤那样的废物 竟然养出了 这样一个女儿 以前不显山不漏水 少有听说 常乐侯府嫡长女的名字 当日 秦王愿取一个 并没有多大作用的 小娘子时 多少人心中 惊疑不定 可此时看来 傅明华的这份 镇定自若 洞悉先机 怕是男子 都少有能与他相比的 以前 竟从未听说过 他的名声 与并州都乐侯府 有所往来 他是容大人 在透过都乐侯府 买铁矿等制作武器 作为献给灵县 也是自己合作成心的证据 灵绍徐之死 正是忠信郡王灵县 等待的一个时机 他在西京谋反 皇上必会派兵围剿 容大人打的主意 他是一来 若能利用灵绍徐之死 牵连到王爷身上 使皇上 逼迫王爷放弃幽州 回到洛阳 二来嘛 怕就是御使灵县 拖住王爷的脚步 洛阳之中 好使他能借机行事 陈静玄等人浑身大汗淋漓 未曾想到 会从傅明华的口中 听到这样一个消息 娘娘的意思 是说戎兔鹰 有谋反之意 李福林眼睛眯了眯 问了一声 他神情平静 问出这话时 语气虽然干涩 但却并没有十分意外 怕是此事 他也早就有所怀疑 禁无畏锁的人 已在容大人的掌控之间 右萧继军中 大将军周同 亦是如此 大唐实施的是辅兵制 各地设折充府 大唐律令 曾有法律严明 男子年满时期 便需在当地各府衙门登记 必要服摇役 私讨者按后果 严重与否进行处置 这些男丁 据都入了折充府的名单里 再加上各府周县兵 次使大唐 兵力不可小觑 而这些士兵 名义上 据都受十六位管辖 十六位中 除了仅听皇上调遣的 南北亚禁军 左右萧继之外 十六位所里 仅剩十二位罢了 其中 还有四位府 护皇城四面八方的安全 在这样的情况下 除了金无谓 傅明华已经敢肯定 张寻已受戎土鹰驱使之外 又消忌军大将军周同 他是已被戎大人 许以利益驱之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大人认为 若非有谋反之心 难道还是周将军 突然就嫌命太长了呢 傅明华说到此处 自己都忍不住低了头 一手眼唇 微微一笑 戎土鹰 确实是想谋反 从他的举动 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只是此事 事关重大 陈静玄等人 只觉得心中发苦啊 虽然也猜到 戎土鹰 胆大包天会铤而走险 但是众人都没有想到 他竟会如此的急切 娘娘这些话 该说给皇上听啊 李弗林讹脚见寒 伴上之后 才缓缓说了这一句 傅明华却嫣然一笑 他今年十八 如貌秀美 一平一笑 剧都十分动人 可是 此时在清风阁内的朝臣 却都注意到的是 他的聪慧睿智 他的隐悟 更甚于他的美貌许多 李大人认为 皇上究竟知不知晓呢 李弗林出事一听着话 不以为然 可是细细一想 又觉得冷汗沉沉 皇上究竟知不知道 陈静玄等人此事心中 丝毫生不出 想去他的心思 他不似烟锥 气势十足 光是往那一坐 便如一柄绝世利剑 使人本能的畏惧 进而沉浮于他 傅明华坐在那 一姿过人 说话似微风拂面 没有同篇大道理的 试图说服 也没有处于 劣势后的哀求 反倒是平静 沉着地 将事情剖析开来 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 傅明华一句话 问得李弗林 说不出话来 皇上知不知晓 说是之前 李弗林定然会说 皇上并不知晓 否则就如他所说 十六位中 南北衙进军 以及左右萧绩 都掌控在皇上的手里 戎图英 欲拉拢萧绩 就如同在皇上 虎口多时 若皇上不知晓 事情到了如此地步 戎图英 竟可以指使 又萧绩大将军 周同为他所用 后果严重 不用傅明华多说 众人都是知晓的 那么 若皇上知晓 却隐忍不动 这事情 便耐人寻味了 我推测 皇上早在等待时机 且忠信郡王府 林少徐之死 皇上早知其中 疑点重重 却隐忍不发而已 傅明华说得 口干舌燥 又捧了茶杯 喝了一口 一旁薛嬷嬷着急 想要上前来制止 他却看了薛嬷嬷一眼 以眼神 止住他的动作 让他 待在原地 至于什么疑点 忠信郡王 早就野心勃勃 等的 只是一个机会 林少徐 究竟是死在 何人之手 此时还未能得知 但郡王府内 手背重重 要想无声无息 进去杀人 并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 我在想 杀死林少徐的凶手 无外乎两方而已 一是郡王府 贼喊捉贼 二嘛 就是朝内 有人与其勾结 等待这个机会 若我所猜不错 林少徐只是一个 忠信郡王 派如洛阳 存了必死之心的弃字 那么 忠信郡王 必会提前写好 状告王爷的奏折 极有可能 此时那奏折 已经成到了 皇上的桌案之上了 只是 姜安帝对于这些把戏 怕是了然于心 否则 今夜不会是 左神五位大将军 朱怡春 令萧继军 镇守秦王府的 一时间 清风阁内鸦雀无声 助人下意识地 屏住了呼吸 李福林心中震惊啊 傅明华所说之话 并非绝无可能 且仔细想来 各地乘往洛阳的奏折 先经中书省 再由中书省官员 一层层把关 挑解重要之事 成交到 姜安帝的桌案之上 若戎屠英当真 与中信君王勾结 提前布下这个局 那么中信君王 便可能私下写好折子 交由戎屠英的手中 再到关键时刻 成交给皇帝 并以此来迫使皇帝 急召秦王回洛阳 幽州便是属于 群龙无首的局面 烟锥亦是失了兵权 更利于林县的大事 林县既要启示 必定是对此事在必得 极有可能 会联合太原此事逢说 以及契丹和昔日突厥的残部 薛延驼等人 自寒谷进发 先去太原再得幽州 与外族里应外合 到时一举吞下大唐 半壁江山 傅明华将手中的茶杯一放 伸了手指 沾了些已经微凉的茶水 在暗基上画了一条 大概的地形 行军打仗他并不在行 但是中信君王若想取大唐 咬一口饼 便唯有如此借励 林芙林等人听了他这话 许久回不过身来 此时再看傅明华时 便多了几分恭敬 中信君王与戎途鹰相互勾结 可是此时傅明华唯唯道来 他又说 燕锥不一定会在幽州里 皇上知不知此事 还不能得知 若皇上早有安排部署 燕锥又早就运筹帷幄 那么此时中信君王府林少徐之死 并不能撼动燕锥的部署和安排 若是齐心协力 他日秦王始成 若王爷渡过这个难关 诸位在座之人 便是为王爷立下了大功的 傅明华看着李甫林 陈静玄等人 眼瞼抖了抖 脸上神色虽未变 但眼中都露出异动之色 便又添了一句 李甫林看了王秋复等人一眼 拱手 弓声道 娘娘希望下官等人如何做呢 搅乱局势 傅明华听到李甫林这话时 心中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他与几位朝臣说话时 虽表面镇定 但心头依旧是提着他 情况如今对燕锥不利 所以他将事情的前因后果 详细一说 并没有隐瞒 就是为了让这群心机臣服的全臣们 能够相信 燕锥哪怕不再落阳 也并不是完全失了事 可是 对于几人到底会不会助他 傅明华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因此 才费了一番口舌 此时 李甫林这样一问 显然是傅明华一番话 取信了他 让他下定了决心 王秋复 叹了上半身向前 好 娘娘认为 要如何脚发 诸位大人心中 也该是有数的吧 毕竟 当日皇上一反常态 与荣大人为太后修建禅寺 几位大人心中 莫非就没有什么想法不成吗 傅明华似笑非笑 牵了牵层层叠叠的袖口 问了一声 他已将自己的底 露了大半 可李甫林等人 确实也要证明 他们能有本事才成 王秋复 黑黑一笑 看了陈景璇一眼 坐直了身体 今晚赏着二王莫宝 耽搁了诸位的时间 我在想 皇上怕是 要召诸位大人 入革议室了 傅明华话音才刚落 外经吟书匆匆进来 大声地说道 王妃娘娘 宫里内室间 传皇上口谕 赵童平章室李大人 左室中王大人 进宫一室 此时 李大人府中亲随 前来寻人了 傅明华听了这话 嘴角便微不可查地勾了勾 众人对他心服口服 他料事如神 此时对他 自然再无任何轻视 雷阙之时 神情恭敬 强撑着 换了内室前来 将一干人送出秦王府 文学馆中其余学士还未退去 傅明华强撑着精神 吩咐这些人 王爷建议文学馆 招揽诸位为他所用 如今 正值王爷 遭小人陷害之时 诸位 该写些歌谣 传唱于侍房之间 以读书人的名义 再撞告戎屠英 把持朝政 图谋不归 世子的力量 不可小觑 读书人的口诛笔伐 不亚于杀人的戾气 江安帝 想要将戎家 推至风口浪尖 无论如何 傅明华为了烟锥 为了自己 也该退博助澜 助皇帝 一臂之力 这才是当初 他向江州 赵国太夫人催事 解江州学子 遗用的原因 他要让荣家 永世不得翻身 让荣家 看着高高在上的龙椅 渴望 却永不可及 他俯了肚子 吩咐着馆内文士 随着他开口说话 一干人等 都频频点头应试 这歌谣仪式 也需从长计议 要如何将事造起 配合李福林等人 给予荣家的人 致命一击 不是朝夕之功就可以的 商讨了半个多时辰 薛嬷嬷看他神情苍白 不时抚着肚子 心里也有些着急 可看傅明华 紧敏的嘴唇 坚定的眼神 薛嬷嬷也就不敢 开口上前制止他了 将事情商议了半天 傅明华坐了一阵 也实在是觉得 有些难受了 才摆了摆手 暂且就先如此吧 稍后细节之事 还要另行讨论 几位文学之事 之前听他一番分析 又与他商讨 对付荣家之事 对他印象大为改观 不敢再有人 脸露傲气 听了他这话 毕恭毕敬地点头称 是 幼灵丫鬟 送了几位门客出去了 傅明华在身体一晃 喘了两口气 一旁薛嬷嬷大步上前 将他揽进怀中 余嬷嬷 盲摸了他的手腕 为他把脉 两人有些心疼的道 您还怀着身孕 哎呀 他怀着身孕 却在接见李弗林等人时 足足坐了一个多时辰 为了气势不落下城 亦不愿在这个时候 弯腰低头使人看清 所以李弗林等人在时 他挺腰抬头 坐了这样长时间 又无依靠 还怀着身孕 自然是有些难受的 再加上 与众臣商议说话 又担心有错漏之处 使这些人明哲保身 压力亦是非同小可的 此时 人一走了 他才露出疲态 刚刚还连喝了几碗茶提神 薛嬷嬷一面取了 装了成痞的香囊拿出来 让他闻了两口 一面便扶了他起身 你先回去 暂行歇息 肚子咬尽 如今 傅明华肚子已经大了 随时有可能动了胎气 哪知 这个时候又发生了这样的事 眼锥不再落摇 摇氏又被扣在大理寺 唯有他挺了肚子 出面处理事情 薛嬷嬷想到刚刚的情景 心中既担忧又有些佩服 温生就劝 那茶也该少喝一些 我心口难受 肚子也冻得厉害 傅明华冷静地 将此时身体不适的情况 说了出来 抬了抬腿 腿脚也感觉有些不听使唤 话一说完 他捂了胸口 便一手取了金子眼唇 干呕了一声 吓得污泪众人 顿时就炸开了锅一半 连忙取盆的取盆 打热水的打热水 于摸摸二人心中一紧 看他脸色发青 一个为他把脉 一个蹲下身 去摸他的肚子 兴许是 察觉到母亲有些不适了 他腹中的孩子 动得厉害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他有心情激动 有些动了胎气